一个由帕多瓦大学博士生 图伊拉·齐里奥托领导的国际天文学家团队 通过詹姆斯维部太空望远镜的观测 分析了古代星系团M92中的最小恒星 作为星系的组成部分 恒星团在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它们的起源仍被神秘所笼罩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同一个星系团中 存在着不同的化学成分不同的恒星群 这一现象的起源是恒星天体物理学中 最大的公开问题之一 而非常低质量的恒星 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之一 过去天文学家认为 所有的星系团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恒星种群组成的 这些星系团中的所有恒星 都是由同一分子云同时形成的 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 现在我们知道 这幅图要复杂得多 几乎所有的集群都显示出化学成分的变化 天文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假设 试图解释这个有趣的现象 这可以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 第一种被称为多代的情景表明 星系团经历了连续的恒星形成的爆发 星系团内部形成的第一批恒星 会释放物质进入周围的气体 这种浓缩气体将会崩塌 形成新一代的恒星 与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第一代相比 这些恒星将显示出化学变化 第二种情况是在星系团中 形成一个单代恒星 将观察到的化学变化 归因于更大质量的恒星 向星系团中的恒星上 配射的物质的增加 根据这个假设 增加的物质的数量 与恒星的质量成正比 由于重力的影响 质量较高的恒星比质量较低的恒星 增加更多的物质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恒星之间的化学变化 将显示出低质量和高质量恒星之间不同的模式 问题是 在JWST之前 由于仪器上的局限性 大多数有关星团的研究 都集中在最大质量的恒星上 现在 利用JWST 我们能够以高精度研究银河系中质量最小的恒星 直到氢燃烧极限 这标志着恒星和宗外星之间的分界线图 伊拉·奇里奥托博士说是 他进一步解释说 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低质量恒星之间的化学变化 并将其与高质量恒星的化学变化进行比较 以确定哪种情况是正确的 如果低质量恒星之间的化学成分变化模式 与高质量恒星相同 那么这支持单一星代理论 另一方面 如果模式不同 那么多代理论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天文学家小组利用JWST 近红外相机的光度滤波器进行观测 以测量M92低质量恒星的氧和氦变化 这些非常小的恒星的表面足够凉爽 可以在大气中储存水蒸汽 在这些恒星中 大部分含氧量存在于水分子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利用对水分子非常敏感的 JWST红外滤波器来推断出这些恒星的氧含量 在帕多瓦的一个博士生安扎娜·莫哈尼森解释说 她是这项研究的合著者 通过测量不同恒星的氧与氦的相对风度 研究人员发现 低质量恒星之间存在显著的成分变化 具体来说 与高质量恒星相比 低质量恒星中的氧含量较高 而氦含量较低 这与单一恒星种群假说预测的结果相反 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多代理论 安扎娜继续解释说 非常低质量的M92恒星 与那些发现在聚恒星中的恒星之间的化学变化模式截然不同 这一发现对单代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 并支持了主张星系团内存在多代恒星形成的假设 这项研究标志着我们对星形集群复杂形成过程的理解 向前迈进了一步 图伊拉奇里奥托博士总结道 长期以来 天文学界一直在争论星系团的起源是单一恒星种群 还是多代恒星的混合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 支持后者 这项发现打开了探索银河系内数十亿年来恒星形成史的大门 该研究还对我们理解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形成和化学演化 具有深远的影响 安扎娜·莫哈尼森表示 恒星的化学组成直接影响着围绕它们形成的行星的组成 了解不同恒星群之间的化学差异 将有助于我们描绘太阳系及其他行星系统的起源故事 图伊拉奇里奥托博士补充说 我们的发现可能还意味着 不同的恒星代际之间存在着更多我们还不了解的化学和物理差异 今后需要开展更多观测和理论工作 以量化不同恒星代际之间的差异 并建立起原因和效应之间的联系 无论如何 这个发现为多代说提供了有力支持 标志着我们打开探索银河系内部起源和演化奥秘的新篇章 詹姆斯维博空间望远镜无疑将在未来数十年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揭示越来越多关于我们这个古老星系的奥秘 这个发现只是个开始 未来激动人心的发现还有很多在前头等待我们 度假 人人可用的AI创作工具